我們繼續開會 現在表決實在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條文民党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要求記名表決定 要求記名表決定 結果出席68人 贊成3人 反對50人 棄權15人 贊成者少數 徵定第83條之一不通過 請宣讀 實在力量黨團所提 修正動議徵定第83條之二 實在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83條之二 除前條第三項情形外 訴訟程序雖系違背法令 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 不得為上述之理由 宣讀完畢 現在表決實在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党團實在力量黨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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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文不通過 請宣讀時代力量黨團所提修正中意增定第83條之3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中意第83條之3 提起上訴者其上訴書狀應敘述理由並引用券內出送資料 具體指摘原審訴訟程序或判決違背法令之事項 除另有規定外 不得以原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科行宣告保安處分不當 提起上訴 宣讀完畢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中意條文 民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喇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表決結果 出席68人 贊成3人 反對50人 棄權15人 贊成者少數 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請宣讀增定第83條之四 實在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83條之四 原審判決後由下列情形記者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 一 刑罰廢職變更或免除 二 被告經赦免或死亡 宣讀完畢 現在表決實在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辛勞 CORPistaiki 一跟 不是 順 感谢观看 解决结果出席68人,赞成3人,反对50人,弃选15人,战争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请宣读增定第83条之五 时代列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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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 就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就記名表決時間 表決結果出席72人 贊成3人 反對50人 棄權19人 贊成者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動議條文不通過 請先讀時代力量黨團所提修正動議 增訂第83條之六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83條之六 他照當事人接受上述書狀或補提旅遊書之送達後 等於20日內提出答辯書於原審法院 如系檢察官為他照當事人者 應就上述理由提出答辯書 答辯書應提出善本 由原審法院書記官送達於上述人 宣讀完畢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明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同樣了 求Annman 達連議 詞 disastrous 表決結果出席72人 贊成3人 反對50人 棄權19人 贊成者少數 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請宣讀第90條 民進黨黨團及國民黨黨團分別所提修正動議第90條 當事人編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申請調查新證據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線 1.有第64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六款之情形 2.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申請 3.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時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 有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 第二審法院得盡作為判斷之依據 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第82條 當事人編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申請調查新證據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線 1.由第59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六款之情形 2.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申請 3.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時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 由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 第二審法院得盡作為判斷之依據 時代量黨團修正動議第84條 第二審法院應以原審調查之證據及原判決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 就上述理由所指在之事項為調查 但下列事項得以職權調查之 1.與第83條之一規定上述理由有關係之事項 2.免訴事由之有無 3.法律之解釋適用 4.原審辯論終結後發現足以影響科刑宣告保安處分之事項 前項關於訴訟程序之調查得以受命法官刑之 並得阻託他法院之法官調查 前二項調查之結果認為起訴程序違背規定者 第二審法院得命檢察官補證 其法院無審判權而依原審判決後之法令由審判權者 不以無審判權論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發言請林維州委員 好 我們再來聽一聽 民間施改團體 他們的說法 好 留下紀錄 留下他們的身影 大聲咧 比較大聲 華麗的規定很清楚 我們叫做無罪推定 也就是說簡單的起訴 要遭越合理的懷疑 意思是說 沒有任何一點懷疑他 起訴他 有犯罪 是有什麼懷疑 都沒有問題 才跟他有罪 這個問是一個很嚴謹 要判怨的罪要很謹慎 每個法官在考試理事實上考 可是進入法庭的時候看太多了 看太多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每個被告都騙了他 可是有的被告當然不誠實是有的 但因為有法官可能誤會 即使是冤枉的 如果你都以為被告都講謊的話 你都用有罪的眼光去看他 可能就會產生 冤枉的人就會產生 但是因為通常看到這些 實施陪審的國家 人民通常比較沒有這個法官 他反而會覺得大部分的案子 當然不是全部 大部分他們反而會提升 因為他覺得我這一案法官 我要小心 我要一自覺大家互相說服 去形成一個共識 到底這個案子是有罪還是無罪呢 剛才證人講這樣到底有沒有道理 像這樣的一個討論 這樣的一個問題 它其實會呈現比較多的無罪推定 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罪是要很謹慎 它呈現出來的無罪率會比自由法官高 據說韓國是自由法官的三倍 據說俄羅斯是四十倍 當然那個部分在說 美國也一樣比自由法官 陪審制都比自由法官高 相對來講參審因為法官跟人民一直討論 跟參審議討論 好像像日本一樣高 一樣高高 有罪率高高99.5% 一樣高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 陪審比參審更有無罪推定的落實的可能性 所以這裡面無罪推定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滿重要的 最主要是他在闡述 無罪推定主義 這也就是陪審制最重要的精神 剛剛吳秉慧委員有特別提到 說我們的國民的感情 沒有辦法接受 說如果陪審制被告無罪 目前施法院的版本 被告無罪不得上訴 但是這個會傷害所謂的被害人 不過我想這個就是剛剛他特別闡述的 無罪推定主義 那有罪經過上訴之後再確認一次 這不就是以往大家在堅持保護人權的價值嗎 接著請鄭天財委員 主席 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 臺灣民意與政策顧問有限公司 在今年7月18號所提出來的一個民調報告 是針對臺灣司法審判制度改革的民意反應 這裡面特別問各個族群 不同的族群 特別問在臺灣法官辦案 有人有信心 有人沒信心 一般說來你對臺灣法官審判會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有信心嗎 這裡面 客家人 不太有信心 百分之四三點八 一點也沒信心 百分之二十一點七 加起來是百分之六十五點五 外省人 不太有信心是百分之四十六點九 一點也沒有信心是百分之十三點七 加起來是百分之六十點六 原住民 不太有信心的是百分之六十一點二 一點也沒有信心的是百分之二十點五 兩個加起來是 原住民對司法沒有信心的是百分之八十一點七 比一般族群高達百分之十六以上 甚至達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堅持 原住民族 我在前天也特別提到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條規定 政府處理原住民族事務 制定法律 實施司法 以行政救濟程序 公正調解仲裁或歷史程序 因尊重原住民族的傳統習俗 文化及價值觀 保障原住民族的司法權益 合法的權益 我們在這邊審查 這個制定要司法審判的制度 無論是要採參審制 陪審制 或者是參審並行制 都應該要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納入 涉及原住民族傳統習俗 文化及價值觀的刑事案件 應該要納入 這樣的話才能夠真正落實 原住民族基本法三十條 我們今天就是在制定法律 制定法律的時候 就應該要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把這個我們涉及到原住民族 相關的這些刑事案件 能夠納入 以上 接著請邱選制委員 好 因為已經登記了 就是這一條應該是 這一個續審制跟法律審 那就是說我們的版本 跟司法院的版本差異 應該是在於說 它還是一個事實審 那我們是一個法律審 以上 就算了 但是我們說 一條形式 我們先走 一條形式 是一條形式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3人反对49人弃权19人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东一条文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69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权14人赞成者少数 修正东一条文不通过 国民党团跟民进党团分别所提修正东一条文相同所以并处理 请问照民进党团国民党党团分别所提修正东一条文通过有意义 没有意义 我们就我们再按照第90条 照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修正东一条文通过 请宣读实在力量党团所提修正东一条文明党团修正东一条文明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条文明党团 這感覺最特別的意外,看你緊緊的關節,不要紅的水 出席七十人 贊成2人 反對50人 去錢18人 贊成則少數 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請宣讀時代利洋黨團所提修正動議增定第84條之二 時代利洋黨團修正動議第84條之二 第二審法院之判決出有特別規定外 應經檢察官及辯護人之言辭辯論為之 前項辯論非以律師充任之辯護人或審判長指定之辯護人不得行之 宣讀完畢 現在表決時代利洋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時代利洋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陳交好委員聲明對剛才這表決以時代利洋黨團意見一致列度公報紀錄 agles 吉尾 阿玉 吉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要求基民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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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被告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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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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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